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们纷纷表示 飞观宣布约 白百合不仅演技出众 而且颜值也是特别高的 各种风格都完全可以驾驭得了 接下来 咱们再来说一下肖战 肖战的颜值是毋庸置疑的 毕竟是公认的好看 但是不少人对肖战的演技是褒贬不一的 其实 他的演技在重流量中 属于能看得过眼的 不让你尴尬 要说多经验也夸张了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 人家确实有进步的 从前演的网剧 台词都有点嘴瓢 陈情令里虽然演技不错 但用的配音 再到后面 他演余生 请多指教台词已经不错了 能看到进步 而且也都用原声了 虽然都是些流水线制作的剧 但至少人家有这个兴趣演好 本身 他也没演过太多剧 也是在进步的趋势 这个进步趋势也是十分大的 观众们的眼睛可都是血亮的 毕竟还有一些实在演技不好 颜值也不够的同行衬托 肖战和这些人比 还真是不错了 看起来可信度有点低 更多的都是肖战的话题 肖战本人就具备顶级流量了 如果不是肖战出演 应该也是为了博眼球蹭热度而消费他的流量了 对我们来说 希望照旧 非官宣布约 其实有肖战的地方 就不会缺热度和关注度 毕竟肖战的商业价值和流量价值都是非常高的 如果真的官宣肖战了 我相信大家还是很期待肖战的 毕竟谁会不喜欢帅气的哥哥呢